外国媒体爆出了三个惊人的消息 如果证实为真 那中美两国的地位将实现逆转 那么这三个消息究竟是什么呢 这第一个消息是一位来自于巴基斯坦的政府官员人士透露的 他们说巴基斯坦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 未来的石油交易中很有可能会抛弃美元 重新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的货币 如果这一消息属实 那么未来将会大大增加人民币的流通率 间接的提高人民币的汇率 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而且从国际上来说 美元的国际地位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很有可能会加速全球经济去美元化的进程 而这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可循环使用的航天器正式宣布试验成功 这不仅代表着我国在航天技术上实现了心理成悲式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能够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同时呢还为太空的环境健康做出了属于中国的绿色贡献 而这最后一个好消息就是 哈塞赫斯坦 吉尔吉斯坦 塔吉克斯坦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四国联合访华 这代表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在稳步提高 美国呢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了 如果按照当下的国际局势发展 美国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也不是不可能 那对此屏幕前的大家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